今天是熱文龍師傅的德洛泰拳學院開幕典禮 熱文龍師傅 你已經榮升校長 其實在創辦學校 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一些目標和原因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最主要是想培育一些新的人 很多學泰拳一定要是大人 我都不需要的 其實我教的學生是五歲開始就可以教 我想他們再有英才可以由小朋友培訓 小朋友培訓不是代表這種運動很好 是令到腦筋很快 令到智慧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最重要就是智慧 其實我們可以很年輕的時候培育他們 在泰拳裡面 我當初大家都知道泰拳減肥減肥 其實為什麼你不會說是紅拳減肥 台拳道減肥 或者是永春減肥呢 因為有些是袍獨了泰拳 泰拳其實是一個可以承傳一個非常好的武術 除了運動之外 還有競技 還有挑戰性 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當時有些市場的問題 會害了這件事 雖然有很多人練習 但是因為也得不到很多泰拳 有很多人去教拳 你看到網上去打拳 手掌都不懂得拿 怎樣去教呢 通常都是健身教練 但其實做運動是可以的 成長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想他們真真正正每個人 去學習泰拳 例如我浪費一個小時 可能當你是減肥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目的 但是如果你去做一個運動的時候 你浪費一個小時去運動 為什麼你不去想辦法去學習它呢 例如我打個拳球 打個羽毛球拍 你懂得怎樣去握個羽毛球拍 怎樣去握個拍你才知道的 你沒有說玩丁拳球的 本來是玩的 我覺得是一種理念 我希望可以重新出發 這是第一次很大的嘗試 就是一個考牌制度的理念 所以每一個就算成人也好 小朋友也好 每一段時間你都知道學什麼 但是通常我好像 例如學到一年兩年 你會知道在地基級裡面 可以報考我們的教練派 我覺得這樣才是真真正正正 把泰拳發揚降大 師傅說到的就是盛傳這件事 盛傳泰拳這個文化理念 還有一件事就是知道你的名字 這個學院的名字叫做德樂 我知道在德方面代表品德 師傅應該很想小朋友從小就學習一種德行 這個你有什麼看法呢 是啊 所以我就 因為我覺得某一個 其實是小朋友的八子來的 你首先要給他一個很正確的理念 怎樣是諸私重道 因為小朋友是很反叛的 希望這裡可以帶給他們一些紀律 所以我們就叫做 這個叫做 武德 品德 是不是 那個樂字呢 意思當然是快樂 樂天 還有我們也想有很多團體 團體 因為在過去人生裡面 我在泰拳三十一年 在泰拳裡面 我嘴行之後 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就是什麼層面都有的 生意老闆 律師醫生 去到做地盤 我都有這樣的朋友 其實一個地方 一種的武術運動 可以令你開發很多不同的世界 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快樂 樂天 所以很簡單 叫做得樂 我們的校分野理念就是叫做 一種品德 還有一種勇氣 還有由自己啟行 第四個是 我覺得是 很好 我覺得這種概念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 將來做得很成功 但起碼我願意現在先走第一步 我想師傅 你舉辦了這麼多年的 I1的拳賽 其實很多的朋友 都很期望你開一間學院 所以其實你講到的德 我想就是 在這個習武的時候 就要學習一種服從性 紀律性 還有一種學習能力 是嗎 是 沒錯 還有一種叫團隊精神 團隊精神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也是基層出身 住村屋出身的時候 全部都開了門 現在沒有了 到現在住那裡 你住哪裡都好 你不懂隔壁的人 很少打招呼 因為現在其實是封閉了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很安全很舒適的地方 可以令到很多不同的階層的人 去大家認識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事 大家一天一起去做運動 一起去認識 我覺得很好 我知道師傅 是一個非常之好 樂意去盛傳 這個健康的運動 和他做很多慈善的活動 我看一看這裡的環境 非常之寬敞 和在這裡學習拳賽 也都學習到很多正能量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意思 師傅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一般人士是否可以都參與這裡的 學習 怎樣打拳這個運動呢 其實學習武呢 或者是我們做運動呢 是不分年齡的 好像我最老的學生 就是年紀比較大 我已經老了 因為現在很年輕的了 因為我現在做很多慈善活動 都去到八幾歲 就是我很誇張 一零幾啊 一一幾我都見過 但是普遍六十 現在說六十退休 就是不可以說的了 六十就太健康了 很多學生都有六十幾歲 我最小的小朋友是五歲了 所以就是很小至很大的大朋友 都可以來這裡參與一些 是絕對可以的 一些課程 沒錯 其實我有幾種的 課程 課程 證書的課程也有 我本身都認識的 我不想考證書 那你就可以日常的訓練 常訓練都是這樣做 不過在證書課程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有些基本的動作 我一定要去過到我們的測試 還有當然 有些我不喜歡的 我喜歡快一點 練得快一點 還有我喜歡是單獨一點的 我們會有一對一的私人教授 嗯 哇 那師傅 你說的東西 我相信人們聽了之後 是很想快一點來參加 是不是可以隨時上來報名 其實今天已經開張 當然可以隨時報名 我知道剛才也有些人 現場來到這裡 立刻去報名 今天開張 今天已經收身了 所以如果聽到我們這個 這麼精彩的介紹的話 的朋友就不要而遲 立刻來到報名 這個地址在哪裡 這裡是荃灣楊屋道 1818號 非常清楚 立方 就是在萬景峰 和樂油區的中間 其實這裡在荃灣西 海支鏈走過來 八分鐘 就是在天橋裡面 都幾方便 對面馬路都看到很清楚 寫著這個德洛泰拳學院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事不宜遲 是時候立即行動 成為我們一個很健康的運動 泰拳 我們多謝金布拳王葉文龍師傅 今天榮勝一校長 恭喜 謝謝